历史真相 回首文革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时称十年浩劫 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 影响之深 范围之广 时间之长 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历史真相回首文革节目 要为各位做系列报道 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 历史事件 冲击和影响 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 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泄泪实录 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今天为你介绍的是文革的冲击 1976年9月9号 中国共产党四十多年的领导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人毛泽东 中国举国上下 冲罩在一种沉寂和有些压抑的气氛之中 不过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人会想到 这也预示着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即将结束 就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 10月6号 被称为四人帮的毛泽东的夫人江青 以及毛的另外三位亲戚 被军方支持的中共元老派逮捕 文革也随之结束 回首当年 人们发现这段历史仍然是那么值得思考和探讨 美国海波音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博士说 这人的对过去的关怀的话 实际上反射出他们对今天的 对未来的一种展望 而且这个人之所以为人的话 就是他有一种这种记忆 这种记忆的话是人性 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这种属性 没有记忆的话就没有文明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 文革全称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发了著名的516通知 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开始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 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原因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把持了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领域的 很大一部分权力 形成了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要发动广大群众把权力夺回来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 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发生了一次次惊天动地的巨变 文革十年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生命最后的十年 是他一生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十年 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和共产党自身历史最讳莫如深的十年 文革使中国第二号领导人国家主席和中共副主席刘少奇 变成了最大的走资派 于1969年被虐待致死 文革使原来中共党内排名最后一位的副主席林彪 一跃成为中国的副统帅 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 但是几年之后 这位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身败名列 陈是中国北方的邻国蒙古 至今尚未翻案 文革使毛泽东的夫人江青 和原来名不见经传的王洪文 张春桥和姚文元 成为全清一时的四人帮 但是也因此成为中共的阶下囚 江青最后在狱中自杀 最具有戏剧性的是 文革曾经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成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 然而在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一个接一个如昙花一现般败落之后 历经三起三落的邓小平 成为文革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文革中无数的人被迫害致死 在高级官员当中除了刘少奇之外 还有中国军队十大元帅当中的彭德怀和贺龙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 副省长副部长以上的干部 一共有40个人被迫害致死 占3.2% 文革中还有大批的人自杀 其中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托 人民日报社社长 新华社总编 著名记者范长江 著名作家老舍 著名经济演员马连良 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李毅三 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涵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高稿 现在回忆起文革的第一个印象就是 文革期间 中国各地各种造反派别之间 曾经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 当时的说法叫武斗 这种武斗远远超出了人民印象中的 街头斗殴和黑社会泄斗的程度 而是使用包括坦克和高射炮等 现代武器在内的 有组织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国的军队也曾经部分卷入这种武斗 后来在毛泽东的命令下 军队也曾经对一些武斗派别 进行过无情的镇压 在美国的文革学者宋永毅说 南京打屠杀根据比较可靠的材料 就是说当时的联合国公部的材料 大概20万人被杀 那个是日本军队侵略军队杀了我们的人 那么你知道广西一个省 在1968年724命令以后 军队向中间的一派造反派 叫422派进行围剿 就是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杀了多少人 根据内部的秘密的 这个是他们中共的文件 广西文革大世纪就杀了20万人 一个是在战争时期杀的 一个是在非战争时期杀的 一个是遗族人杀我们的这个本族人 一个是自己的本族人杀本族人 有人用全面内战形容当时的中国 不过这是一场奇怪的内战 因为冲突各方都声称忠于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 而且各派的阵线也在不断变化 今天的革命派明天就可能成为反革命派 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文革中 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但是各方的估计是大约200万到1000万人之间 受到文革冲击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估计有1亿6千万到2亿人 而中国当时的人口不到8亿人 要知道 这并不包括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下放干部和家属 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 大约1600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 随后进入中国的农村地区 1968年毛泽东发出五期指示说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 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于是全国上下数以百万的干部 以及他们的家属被送往农村 年轻人上山下乡 干部下放劳动 这些人最终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 这一下一返 给中国无数的家庭带来了说不完的悲欢离合故事 也给一些家庭 一些人带来了永远的遗憾 文革期间 中国的大中小学都曾经长期停课 复课以后 学制缩短 教材简化 使这个时期在校学习的学生 没有得到完整的教育 大学从1966年到1970年没有招生 基本上停摆 从1971年开始招收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大学生 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直到1976年 一共招收了82万人 招生方法是分配名额 基层推荐 基本上取消了入学考试制度 因此学生和教学质量都比较差 结果在文革后 多数人重回学校进行补习 以解决他们个人的事业和国家当时缺少人才的问题 就在各级领导官员纷纷被打倒 各种领导岗位缺少人才之际 一批批工人农民和军人被提拔起来 有些人受到突击提拔 被称为火箭式干部 这些人最高做到了中共的副主席和政府副总理 文革以后 这些人又纷纷落马 尝尽了官场上的起落臣服 十年文革 给中国的经济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 1977年12月在一次会议上说 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 在经济上 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人民币5000亿元 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 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 超过了建国2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用中国官方的说法 文革十年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81年6月 中国共产党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做出结论说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而文革学者宋永毅则对文革下了这样的定义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疯狂的结果 十年文革摧毁了中国人 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了 它现有的体制 现有的思想 现有的道德 现有的文化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 忽视错误 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 这本身就是错误 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 中国的圣贤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说 支持而为人 支持而厚勇 美国海波音特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邓鹏博士说 文化大革命的话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那么如果是我们不知道他 不去认识他 不去证实他的话 我们就很难从这个过去 这个悲剧当中吸气教训 我希望文革不再重演 但是呢 要防止这个文革的重演的话 中国的上上下下 有识之士的话 应该对文革那场这个历史的教训 进行认真的清理 你觉得现在对文革历史的清理 是不是已经足以达到你所说的那种目的 还不够 说到当代中国年轻人对文革的了解 大陆来的这个年轻一代的这个学生 你问那么文革这么回事 他们的了解非常浮浅 或者根本不了解 听听这两个中国当代的大学生谈谈文革 对于文化代革命我不是很了解 我也问过一些其他同学 如果是理科生的 他们是说不知道 我没有学 我不学这一块 我高中是学物理化学 事实上 中国现在35岁以下的人 对10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 和对80年前的抗日战争的了解 可能远远超过他们对40年前 这场文革的了解 文革学者宋永毅 还指出了更可悲的现象 随着这个40年的过去 非但这个历史真相没有搞清楚 这个集体记忆 因为这些中共的宣传 因为它禁止研究 因为原始资料的失落 和人的记忆的靠不住 也没有办法传下去 所以造成了这个集体记忆的被扭曲 于是记者和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者王友琴 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这些好多的历史的东西 尤其是历史的责任 现在并没有分清楚 并不知道该谁负责 并不知道谁错了 我想那是一个中国人 现在应该起来思考和判断的事情 为什么要判断这个东西 我想历史的这个司法的正义 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 假如有人犯了罪 哪怕没有苦主来告 那都是由公诉人提出公诉的 我想对文化大革命在1980年底 也是进行了一个审判的 这个审判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了 但是这个决议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他们说 这是林彪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做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文革的这个发动和领导的责任 就和事实不符合了 第二我想他们审判的时候 没有把这个对千千万万人民的这种迫害和杀戮 当作最主要的犯罪 而只当成是好像是比较次要的一种 那么现在研究文革呢 中国国内能够公开出来的研究的成果 能不能向中国人呈现一个文革的准确画面 哪怕是部分准确的画面 我想因为这个文革是这个 好像是明令禁止的一个主题 从文革结束后 就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这样一个禁令 下发到这个出版社啊 或者其他的媒体 所以总的来说是不允许做的 那就是说你认为国内现在的研究 并不能呈现一个真实的文革画面 它根本就不准你发表这些有关的东西 当然也还是 我想这个这个学者和普通的人民 都还是很顽强的坚持着 发表了相当多的一些东西 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不允许做的 另外比如我做了一个文革的网站 这个就叫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上面的内容就是我收集到的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和他们的受害的经过 这个网站在网上存在十多个月以后就被封锁了 在2002年的3月 一直到现在还被封锁着 而且也没有人来说 为什么可以封锁这个东西 你凭哪一条法律来封锁这个东西 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申诉 说这个我们应该讲一讲 这个有什么道理 这个就是被封锁了 中国有这样的禁令 不让研究文革 中国又把你的网站 我相信还有其他的类似的网站或者什么样也都封锁了 可是中国在官方的结论当中也说是十年浩劫 对对他们是说十年浩劫 可是他们他们不愿意再往这个深处追究这个事情 那个时候说的是要彻底否定文革 对对 可是为什么现在不彻底 当然也有一种理论就是说 因为当时中国在那样一种这个经济坏到那么成 坏到那种程度 人民的生活困苦到那种程度的情况下 这个社会的这个改变 如果太急剧了 会引起很别的可能想不到的副作用 所以只能缓慢的转弯 但是四十年后的今天 还会有那种所谓的不稳定吗 我想四十年以后应该是没有了 所以如果不再这个使用渔民政策的话 我觉得应该大家来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把历史的事实讨论清楚 这个除了把历史真相搞清楚以外 还有一个道德上的这个清理和自救的作用 如果说官方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犯了重大错误 这是官方承认的 为什么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说清楚 他们不让说的原因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对普通的人民来说 那也是每个人的责任啊 大家来来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每个人都应该来思考这样的问题 思考我们经历过的 或者思考我们的民族 曾经经历过的这些事情 然而就在人们对文革的记忆 几近模糊的时候 就在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倡导建立的文革博物馆 仍然遥遥无期的时候 就在中国官方以文革已有结论的托词 拒绝纪念文革 禁止纪念文革的时候 文革给当代中国留下的遗产并不少见 文革的遗产啊 不停的在被人用 你比如说批判法人功的运动 你说这个和批林批孔有什么不一样 完全一样嘛 那你说这个八九镇压和四五这个镇压 有什么不一样 只不过毛泽东聪明一点 他动用的是民兵 他动用的是水龙和不棒 邓小平的耀武扬威一点 他非得动用野战军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说 文化革命啊 跟这个中国共产党 跟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有这些关系 而这个政治体制呢 到2006年的今天 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这句话是不是点出了文革真相 至今仍然模糊不清的政洁所在呢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